大家看 现在我坐在观众席当中 而且我们每一个座位上 和原来都不一样 我们设置了一个特殊的道具 就是安全带 好 我们所有的阿姨都有 我们拿着安全带把它扣上 扣上 是的 我们不是在坐飞机 但是我们要请大家体会一种特殊的感觉 都扣上了 是不是 一般我们在坐飞机 坐车的时候 安全带我们会扣在一个相对舒适的范围 但是今天不一样 请大家尽量地把自己勒紧 勒得越紧越好 紧到不能承受 再勒紧 来 看看这位阿姨 你对自己要狠一点 要狠一点 加油 对 我可以帮您 对 加油 再紧一点 感觉怎么样 哎呦 现在有点紧了 有点紧 哎呦 这么紧可以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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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再勒了 能接受 能坚持五分钟 能坚持五分钟 对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就好像 就是特别闷那种感觉了 呼吸怎么样 有点喘不过气来了 这么紧的束缚感 如果让您坚持一个小时 甚至两个小时 可以吗 不可以 肯定是不邪了 阿姨确实对自己很下狠手 勒得特别紧 为什么要让我们每一位观众 都能够体会到 这种上腹的束带感 是的 它其实是在有一些疾病 发作时的特殊的症状表现 最重要的是 如果电视机线的观众 或者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 突然有一天 有一瞬间感到了这样的束带感 一定要引起关注 因为它有可能 是一种特殊的噩梦开关 并不是说 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做的噩梦 而是我们的生命 进入了一个危机关头 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今天一开场 就来采访一位 曾经经历过噩梦状态的李阿姨 我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的这两位 第一位 穿着红衣服的专家 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 李嘉宁医生 欢迎李医生 那当然了 李医生是哪个科室的专家 我们一会儿听完这个故事 才能给大家揭晓答案 那站在中间的这位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 曾经打开了噩梦开关的李女士 在我们的舞台中间有一圈多米诺骨牌 大家都知道多米诺骨牌是什么 我们开动了第一个 它会整体一泻千里 那先听听第一次发生了什么 李女士 大家好 我是在去年的五月份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早晨起来 胃有点疼 因为原来也有胃疼 所以早晨起来也没太当回事 过了一会儿 吃了点小米粥 结果都吐了 而且疼得更厉害了 是整个的那个右上腹的那种脚痛 而且是会带着我后边 胃的后部 放蛇妆疼痛 就非常的难受 然后我是努力地窝在沙发上 争取能够让它缓解 但是并没有什么作用 吃点胃药 因为我原来的胃疼 也会吃一点点胃药 会有缓解 这一次连喝小米粥都会吐 所以也没办法 不想喝水 也不想吃东西 一旦吃进去那种脚痛感就更厉害了 其实直立地走着是很难受的 就最好是那种窝着的状态 窝在沙发上蜷缩起来 大概持续了多久 得持续了三四个小时 家人也觉得很奇怪 就觉得比较严重 而且我自己也说 我感觉我有一点受不了 非常疼 因为我本身胃疼平时也是 还是比较耐疼的 没有觉得像这一次这么严重 这一次确实疼得我都冒汗 然后也任何措施都没有缓解 然后我就去了急诊 有生命危险 先来问问李医生 可能会危急到生命有多可怕呢 胸痛和腹痛 是我们急诊最常见的 病人就诊的原因 它背后的病因非常非常的复杂 其中有一些确实会非常的严重 甚至威胁生命 李女士得的这个疾病呢 就是其中的一个 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 可能有20%到30%的病人 会进入到重症阶段 那如果进入到重症阶段呢 死亡率也是非常高的 即便现在的治疗手段有所进步 也能在接近10%到20%左右 那后来您接诊他之后 给他做了什么样的治疗呢 我们发现他除了有急性的过程之外 还有一个慢性的导致他某一个 器官不通畅的原因 我们给予了他一些特异性的药物治疗之后呢 还给他放置了一个支架 堵塞的地方打通了 后面他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的好转 您看啊 先是胸甚至放射到后背部的疼痛 然后又有无法抑制住的呕吐的症状 最重要的信息点来了 放了个支架 那听起来应该是急性心梗的救助术 当重要的血管堵塞了以后 放个支架把血管打开 血流恢复 人才能够恢复意识 才有继续生存的可能性 所以您是心内科的大夫 我是消化内科的大夫 消化内科 从食道到胃到肠 在排出体外 这算消化系统啊 消化内科也有要放支架的地方 林女士的这个症状 跟心梗其实非常相似 第一呢 她可以通过放支架解决她的疾病 在48小时之内 如果能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 病人的愈后会得到大大的提升 第二呢 她也容易反复多次的发作 如果她的危险因素控制得不好 所以到了第二次又发作的时候 林女士 那是到了今年吧 是的 今年的三月初 吃完饭以后 突然又一次感觉 微不不不适 其实早晨起来 吃了早点之后 就稍稍有一点 平时吃完了的很正常的感觉 那天吃完了就觉得 有一点不消化 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呢 并不想吃饭 但是我就想 因为下午还有工作 就需要吃一点 结果吃完之后 这种疼痛感就加剧了 就感觉胃部是那种渣渣的疼 还是在胃 是的 就是其实是胃的偏右侧 但是很容易就是认为是那个胃的位置 然后就疼得非常厉害 有一个很大概有十到二十分钟 就疼得我整个 我周围的同事看到我说脸色苍白 然后头冒冷汗 我自己就觉得不妙 就很类似于第一次 因为有了第一次的这个经验 我就非常的紧张 得赶快去医院 然后就直接去了写和的机制 同样是饭后发生 同样是上腹部剧痛 同样是持续加重 冷汗直流 李女士马上想起了十个月前的经历 这次她没有犹豫直奔急诊 果然这个器官又堵了 为什么不到一年的时间 反复经历同一起噩梦 那个时候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你没敢再忍三到四个小时 没有没有 三四十分钟之后 发现症状越来越像 我就赶快去就医了 但是您是在办公室 是的 依然是存在于一个 您只能勾搂着不敢直立的 保护胃的状态 觉得很疼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是我在治疗之后的半年 也有支架的这个扩充的作用 为什么又犯了 然后为什么这个半年 因为医生跟我约的是半年以后的复诊号 还距离复诊只差一周左右的时间 然后又一次发作 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树带样的上腹疼痛 慢慢地会有呕吐的症状 什么东西都吃不了 然后赶紧冲到急诊 要取出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通过支架把一个管打开 是的 就像这样 连医生给的复查时间都是半年为间隔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什么会不到半年就又一次发作 对他来说 是这个推倒了之后还会复原 他还有可能再一次地被推倒 因为根本原因没有找到 问题出在哪儿 一定跟刚才李老师讲到的 这位李女士在日常生活当中 有一些细节没有注意有关系 我先送给您一份礼物 一会儿有问题再跟您请教 李女士 鲁花给您送健康了 这是鲁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鲁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好吃不伤胃 孩子喜欢吃老人意消化 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给您的好面条 祝您健康 来 掌声送给李女士 请您先回到座位上休息一下 谢谢 谢谢 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是我们请来自于 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专家团 让我们有请另外两位专家 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 杨爱明教授 以及副主任医师冯云露老师 欢迎两位 主任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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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见面了 杨爱明教授推荐健康产品 鲁花5SR炸花生油 去除黄区酶素技术发明专利 鲁花荣厚国家科技进一步奖 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这也说到消化内科 我相信主任们给大家带来的 这些礼物都是深有其意的 是吧 冯老师 大家可以猜一下 猜猜看 它不是苹果 它其实是一个大理石的质地挺重的 这是石子 装满了石子的小锦囊 在我们的生活中 比如说像这个大理石 还有贝壳 主要的成分是碳酸钙 对 她和李女士一而再再而三 来我们医院就诊的原因有关系 所以是结石 对 她反复发作的原因 根本上是因为她遗管内出现了结石 那么这个胰管结石会出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慢性性病人中 移管内长了结石 移管在哪里啊杨主任 移线的结构里头主要是移线的线泡 线体 这是分泌什么 分泌我们这个消化霉的 比如说我们吃肉 我们吃蛋白 它都要经过我们移霉 然后到肠道里头混合以后 把它分解成一个能吸收的 这种单成分的这种物质才行的 所以都靠什么 靠移霉来消化 那移霉怎么来呢 就是我们有很多线泡 线泡呢 线泡细胞 一线线泡细胞 昏迷移霉 这移霉呢 排到这个移管 那移管里头我们有分支移管 然后再到主移管 就像长江 长江的水呢 从支流 然后流到主流 最后再流到长江口 再浸到海里头 白色的就算是移管 就是移管 然后上面是分支移管 然后这边是主移管 这样的结石会长在移管里 会导致那个分支出现问题 结石是什么样 给大家看一眼啊 这个都是主任们给大家带来的 真实的患者体内取出的 移管结石 最大的不过半颗花生粒的大小 最小的 可能连小米粒的大小都没有 是的 他们分别是由外科医生 和内科医生取出的 所以外科医生 他是做手术来取结石 会取得相对完整一些 大一点的 对 这一盘 一二三 有七个 大的跟小花生一样大 小的也有绿豆大小 这个是同一个人身上的 对 原来导致李女士上腹部反复剧痛 不得不急诊就医的原因 就是这颗小石头 它不是胆结石 不是胃结石 也不是肾结石 而是长在移线里的移管结石 这个名字要是您觉得陌生 它的坏朋友您肯定听过 就是让消化科医生最为头疼的移线炎 90%的慢性移线炎 都跟移管结石有关 严正加石头 这个捣乱团伙一旦形成 会给一线乃至全身带来灭顶之灾 快听听让专家至今难忘的病例吧 几位老师在临床上看过的 最多的一线结石 大概有多少 那石头有几百个上千个的 我这边有个病人 是一个五十多岁一个男性 天天老胃疼 吃油腻他就疼 把它当成是胃病来处理 结果吃胃药也不好 三天两头就犯病 就疼 他这次来的就是一个急性的疼痛 然后有发烧 然后病人有恶心肚疼等等这些 包括大面不通排气不通 做CT的检查 发现它是一个重症 或者是一线炎 CT看了 这个移管里头有很多的结石 移管是一大堆的石头 最大了 有两个厘米这么大的 两个厘米 有这么大 所以因为这个 一夜的腐蚀会引起血管的破裂 这个一线炎很重的时候 还出现过两次的消耗到大出血 所以这病人有几次都是 我们在这个死亡边缘上 把它抢救回来的 最后这病人还是全一出炎了 他也经过这个 我们下面要说的这种方法 通过把它振波碎尸碎完以后 然后病人很积极 然后特别认真去把这些 这些东西都收集出来 然后一看一大把 应该有几百颗上千颗的石头 那这病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他喝酒 以前长期大量的酗酒以后 然后出现了这种慢性胰腺炎 这一次是急性发作引起的 我们来看看他当时大出血 炎症发作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们先来看正常的 给大家一个参考 我们来看胰腺 其实我们叫生肌后腐膜 就是在腐膜的后面 因为它前面有包括胃 有肠道在那边挡住 后面从后面来了 有肾脏 有脾脏在挡着 所以它是一个细条性的 这种表现 所以我们要CT的 在放大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能看到 这么一个细条的东西 那刚才我们谈到 这个病人里头 他的一线呢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一线 他一线在早期的时候 有肾出 哪能看得出来是肾出 是不是不是那一条了 这些低密度的这种东西 都是有炎症肾出的表现 在比较早期的 在过几天以后 它就会出现 我们可以看到 一线的形态没有了 为什么会没有呢 我们知道一线 它昏迷一夜 一夜是做什么 我们吃肉 它消化我们的肉的东西 所以它能把整个一线 自我消化掉 形成这种情况 都正常一线的结构 都看不见了 我们叫自消化 这就比较严重的情况了 自己把自己干掉了 对 所以其实杨主任 给我们留下了 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就是他可以 把那个石头打碎 然后让他自己 通过代谢排出体外 通过粪便排出体外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一会儿 来给大家揭晓 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了 其实胰管结石 很多人都会有 尤其是有慢性 或者急性一线炎 发作的患者 那到底一线炎 是怎么产生的 在一线炎进展的过程当中 结石又会怎么产生 然后存积下来 还能卡在我们的 遗管当中 越长越大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 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过程 我想请几位现场的 叔叔阿姨一起来 帮助李老师 李嘉宁老师 来完成这样一个 一线生长结石过程的演示 老师 我们接下来 要给大家演示的是什么呀 下面要演示的 就是关于这个 我们说的遗管的结石 那么遗管结石呢 它从分支遗管到主遗管 从主遗管的这个遗尾 然后再遗体到遗头 那堆积了满满的这些石头 会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 来 我们请李老师 带着大家来演示一下 那我们正常的遗线工作呢 是它感应到我们的食物 来到了消化道之后呢 我们的遗线的线抛细胞 就会努力地工作 分泌出很多的遗液 遗液里富含消化酶 那我们下面马上要演示的呢 就是遗线工作的一个原理 大家可以看到这条 长条的黄色的 像牛舌柄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遗线 那么这个蓝色的部分呢 就是刚才杨周人提到的 遗管和分支遗管 这个小的是长江的支流 中央这一条呢 是我们的主遗管 就是长江的干道 它一路向遗头汇聚 一直到我们的十二指长 就是长江入海的一个过程 所以现在就由我们的观众 老师们跟我一起 来帮大家演示 我们遗线工作的这个过程 当我们的食物 来到了十二指长之后呢 这个遗线就会感受到 它要开始工作了 于是腺泡细胞 开始努力地分泌 富含消化酶的遗液 遗液从腺泡细胞 汇入到我们的分支遗管 进入主遗管 然后呢 经过我们的十二指长 汝头 汇入到我们的十二指长 与我们的食物相混合 发挥它的消化功能 这是正常的状态 是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会导致炎症 甚至导致结石呢 那这是正常的 遗线工作的情况 那如果我们的遗线 发生了遗线炎呢 它的腺泡细胞里 分泌的遗液就会减少 同时会有遗管的狭窄 而激发遗线的结石 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 这个过程 现在先也有请 后面的两位观众 先回到座位 慢慢地走 好 这就是表明我们的 好 我们的遗线细胞减少 我们就说明 我们的遗线的腺泡细胞 分泌的遗液明显地减少了 现在我们有请 剩下的两位观众老师呢 回到原来的位置 那在病理的情况下呢 我们的遗线的腺泡细胞 分泌的遗液会明显地减少 而且我们这一条遗管 无论是主遗管 还是分支遗管 都可能存在了狭窄的情况 我们就像长江变窄了 流速也变慢了 就会更加容易形成结石 我们来演示这个过程 在遗线炎的情况下 遗线的腺泡细胞 本来分泌的遗液就在减少 它的核床呢 又在变窄 于是 结石就在这个地方形成了 阿姨可以丢一块石头了 可以丢一块 我们就会在 煮遗管或者分支遗管的位置 而形成了遗线的结石 导致遗液的引流不通畅 谢谢 谢谢我们两位观众的演示 我们先请回到座位上休息一下 阿姨慢慢走 千万小心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脚下的地平和钢材 干净的健康的遗线完全不一样了 这条河流的竹干和枝干上也是经济臂部 而且有很多的石块 这就是真正的结石产生的原因 但是杨主任先跟您求证一下 它不会是整条 就像比如说血管硬化一样 血管壁上这个 移线通道上全部都是钙化点 每个病人的病情不一样 有的严重的病人 那真是整个遗管的主干道 都布满了石头 而且分支遗管里头有很多石头 比较严重了 比较轻的 比如像刚才李女士 它就一颗 它就一颗石头 这样这颗石头堵住了这个遗管 也可以引起很严重的问题 一颗石头的堵住 比如说它堵在枝干道上 也会疼 也会有症状 也可以出现严重了 如果是一个大颗的石头 堵在主干道上 也会有问题 它归根到底的原因 都是因为严正 严正导致会有更多的结晶 导致会卡住遗管 就我们弄明白了 到底为什么会有 遗腺结石的产生 还想跟您求证一下 是所有的慢性遗腺炎 都会有这一天吗 遗腺有炎症 遗管有狭窄 遗腺的食指有盖化 遗管里头有结石 这是我们诊断慢性遗腺炎 一个最最重要的指标 这就是指标 所以大概是这样 我们如果演示成这样的图片 就可以确诊它是慢性遗腺炎 对 慢性遗腺炎是我们常知的名词 但是遗管狭窄 遗管结石 我们第一次听说 听起来就像是一个讨厌的 共同作案的犯罪团伙 我给你出点坏主意 我们的疼痛就出现了 比如说像李女士 李女士先是出现了明显的疼痛 疼痛进一步发现男人 才立刻冲到医院去的 所以这个疼 无法抑制住的疼 甚至会放射性的疼 它应该对于遗腺炎和遗管结石来说 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症状 这个疼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个放射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那嘉宁老师 咱们先去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个疼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辅腔的示意图 这个道具捏成的这个模型呢 就是我们的一线 那它大概呢 是在这个位置 被刷指肠包扰着 很深的一个地方 假设我们打开了它的肚子 它是在抚摸后 被刷指肠包扰的一个深部的器官 请老师们亮一下灯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黄色的部分呢 都是我们腹腔的神经 那一旦它开始出问题 附近的器官都会感觉到相应的疼痛 正常的一线来说呢 它的遗管是没有扩张的 它的液流呢 也是非常通畅的 那就像刚才跟大家演示的这样 一旦出现了一线的结石 它的遗线引流就不通畅了 我们假设这个结石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游的遗管 就会积蓄一夜 压力就越来越高 遗管就越来越宽 那相应的附近的神经丛 就会感受到疼痛 刚才杨主任也提到了 一线呢是一个非常深部的器官 它离我们的背部的肌肉 神经其实是非常近的 所以在一线研发作的时候 病人经常有的主速 就是束带一样的疼痛 也可以放射到后背 李老师看起来这个位置 就像刚才我们带大家模拟的 把刚才的带子 记在上腹部 您能比划一下 大概是在哪个位置 去找您看病的患者 对 一线呢在人体中 大概对应着这个位置 它在一线研发作的时候 比较特征性的疼痛呢 会是在这个位置 像刚才体会到的 这种紧紧的束缚感 前轻位可能有所好转 也可能这个疼痛 会放射到后背 后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也会在更严重的时候 可能就是全体的疼痛 反腹的障碰或者剧烈的 无法忍受的剧烈腹痛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刚才李女士说到 她明显的疼痛是 没办法直愣 只能窝着 窝着仿佛能够好一点 是的 实际上也于事无补 但是对于李女士来讲 她疼其实是一件好事 确实呢 有一部分人是不疼的 大概有10%左右的病人呢 确实是没有症状 或者症状非常轻微的 这个可能跟她的痛欲的敏感度 然后以及呢 她的遗管的避塞程度 是不是还没有完全避死 或者特别严重是有关系的 通常是在查体或因为其他原因 做影像学检查的时候 才会被发现 对于刚才的李女士来说 因为她疼 所以她实在难忍 才在第一次的 三到四个小时之后 去了医院 实际说如果当时不及时地扩张 她的这个遗管 很有生命危险 那其实她还是幸运的 如果是那10%不疼的呢 完全堵住 甚至神经敏感度很低的人 是真的会丧失性命吗 刚才杨周人提到的 那一粒非常微重的辨认 之前也是几乎没有感觉的 所以首先我们记住 第一个疼 疼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但是涂了疼之外 还有很多的关键词 值得大家关注 来 林老师 我们回到中间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把一线放得很大 我们这两个一线长得一样 内在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我身边的这一个 这个细胞啊 组织捏起来都可有弹性了 我们用小气球 并且没有吹得特别充盈的小气球 来展现它的柔软和弹性 细胞都是健康的 疑管呢也非常的通畅 也非常的有弹性 然后再来看这个 这个是海洋球 是坚硬的外壳 也能捏 但是一捏就扁了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弹性 这就是您说的硬化吧 慢性一线炎 一线纤维化 纤维化 我们来看大屏幕啊 这叫当不好惹的一线长结石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刚才说到了炎症 说到了疼痛 那么在大屏幕上出现的这些呢 是我们慢性一线炎的常见表现 那么普通早期的时候 是因为疑管的压力高 疑也流不出来导致的 如果时间长不加以干预的话呢 它也有可能 浸润到抚膜后的神经 出现一个持续的疼痛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干预 减轻疑管的压力 效果也会不那么明显 我们一直在提到 这个疑线的结构跟功能 那结构里头呢 这个有线抛 线抛它是分泌 疑液 其实疑线里头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 叫胰岛细胞 胰岛细胞是分泌胰岛素 这个胰岛素是做什么用 是降低血糖用的 那胰岛素 这个胰岛一旦出现问题的话 它就会出现什么 高血糖 血糖高了 那就是糖尿病的典型表现 所以这地方我们要提到 慢性胰岛炎仿佛发作 然后呢 时间长了 这胰岛线体萎缩 胰岛线体萎缩以后 它就会影响到胰岛细胞 胰岛细胞分泌 这种胰岛素少了以后 那么就会造成 造成我们糖尿病 这个叫一线内昏迷功能的障碍 那么就是糖尿病 是最常见的问题 第三个关键词是瘦 瘦是不是就跟高血糖 有一定的联系了 瘦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如果它有糖尿病了 那糖尿病它是会消耗的 所以会引起消瘦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这个昏迷的一夜 分泌一夜是消耗我们的食物 让我们吸收得更好 如果我们分泌的一夜不够的话 那就消化不好 吸收不好 也会引起消瘦 它会出现一些营养不良的表现 比如说肌肉含量的减少 皮肤变薄 还有脂溶性维生素的这个缺乏 比如说上周 我的门诊看到了一个小伙子 他只有二十几岁 理论上应该是年轻力壮的时候 但是因为这个慢性一线炎呢 就使得他骨瘦如柴 而且行走起来也是很没有力气的 需要这个家人扶着他进来 一问呢 他就是因为之前 有过一个比较大量的饮酒的病史 大概有个五六年的样子 之后呢就发现出现了一线的问题 本来有180斤的小伙子 现在就受到了100斤左右 虽然现在已经戒久了 但是其实一线的问题已经不可逆转 当然消瘦还有可能有第三个原因 我们要谈到癌症的问题 因为缓乎的炎症刺激以后 会出现这种炎癌的转变 那么慢性一线炎的这种病人 他的癌症的发生的情况 要多之接近十倍了 所以那时候病人也可以消瘦 我们就遇到过一个慢性一线炎的病人 在我们给他反复地去做了 这个仪管的减压取食之后 他还是有不能够改善的疼痛 又给他做了一个更仔细的检查 发现呢 他已经在一线炎的基础上 长出了一个肿瘤 那么这个肿瘤 因为慢性一线炎的病人 他本身一线里面有很多钙化 其实是影响我们平常做的这些 CT也好 核磁也好 或者我们的那种内镜的检查 的这种准确性 它会挡住让我们看不到那个流血 会挡住 所以这些病人 他既危险性高 又很隐匿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定期地去给他做检查 如果他遇到一些临床上解释不了的这种症状 也要更进一步地去发现 癌中之王 胰腺癌也可以销售 也可能是因为消化不良引起的销售 也可能是因为血糖的代谢紊乱出现的销售 怎么还有 蟹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胰腺 外昏迷功能呢 就是昏迷很多这种消化酶 它可以消化我们的脂肪 消化我们的蛋白 消化我们的淀粉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些消化不够了 那我们吃了很多东西 消化不了会怎么样呢 消化不了那就要拉出去 拉出去就会出现什么 拉肚子 腹腺 那么我们有些人说 我这个大便里头都有很多的这种 我们叫脂肪低 油低 那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这些消化酶 造成这种表现 所以我们叫脂肪瀉 这就是拉肚子的原因 拉肚子的这种原理 腹瀉的病人其实也很常见 比如有个大爷 他其实腹瀉已经很长时间了 但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也没有特别的在意 但是人呢就越来越没精神 很瘦 最后来到医院一查 发现呢 他大便里面就有很多的脂肪 那么我们去帮他寻找这个原因 看到底是肠道吸收的问题 还是一线没有办法消化 最后查来查去发现 他也是因为这个慢性一线炎导致的 为什么我们请冯老师讲了 一个又一个的病例 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规律性 比如说没想到 比如说根本没注意 拉肚子嘛 可能是不是肠道不太好 谁会想到跟慢性一线炎有关 我们经常说排泄以后啊 看看自己的排泄物 其实也跟这个有关系啊 看看有没有油脂 一样的油脂排泄 就跟一线炎有关 无论是突然的变瘦 血糖的高居不下 经常治不好的血 甚至是我们受到的一线癌 可能他早期的症状都不明显 都有可能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在上腹部的这个束缚感 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场 我让大家用尽地勒自己的原因所在 我们记住这个感觉 因为他就是我们讲到的 一线炎 一管的结石 甚至是一线癌的噩梦开关 那回到之前 到底李女士 为什么会得这么可怕的疾病 接下来呢 我们就帮助大家来判断一下 到底日常生活当中 什么样的行为习惯和饮食习惯 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线出问题 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好吃的 我想请一位观众上来选择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就帮助大家来分析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人容易被一线炎 和一管结石找上身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桌子美食 什么样东西都有 我们请观众来选择一下 你们觉得怎么吃可以避免 请注意要是避免我们的一线出问题 来 刚才跟我一起体验 束腰感的那位阿姨 大声欢迎你 阿姨给您准备了一个托盘 快速地选择 选择完了告诉我 中饭阿姨吃四根四鸡豆 一小块鱼 不够塞牙缝的 然后再大概八分之一的鸡蛋 和三片菜叶子 以及两块红色火龙果 阿姨你吃的也太简单了 我一般的中午就吃的不算太多 这个鱼中午吃的比较好 容易消化我觉得 再吃点蔬菜 晚饭和早饭您会吃的更丰盛一点吗 晚饭吃比较更少 晚上就喝点细一点 早饭呢 早饭基本上就是喝点粥吃一个鸡蛋 那阿姨您的指标各项指标都怎么样 指标也不行 从今天检查身体就是那个有点血脂高 甘油三肢有点高 低密度胆固醇稍稍稍高一点 对 高密度胆固醇有点低 高密度低了点 对 完了甘油三肢有点高 阿姨您坚持这样非常少的饮食多久了 对 我一般那就是说吃东西比较少 一般油腻的东西很少吃 您真的吃这么点 午餐就够了吗 因为我一般吃主食多 馒头能吃这么大一个吧 一整个 一整个 米饭能吃一碗 这么大一碗 吃菜少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这个血脂高 拜托杨主任 冯主任解释一下呗 先分析下衣的选择怎么样 我觉得它个电碗稍微偏多一点 脂肪类的东西啊 包括蛋白的东西偏少一点 其实胰腺最怕的第一个是酒 酒精大量的长期的这种摄入啊 它会反复地造成胰腺的炎症 腺抛的损伤 再到这种胰管的纤维化 胰管的狭窄 所以酒是第一个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引起一线 一夜大量的分泌 最多的就是高脂 高脂 比如说我们吃的这种大肉 牛肉啊 羊肉啊 然后高汤 高汤里头有很多含脂肪的东西 这些可能我们要特别小心 那平常油炸的 包括炒饭啊 炒鸡蛋啊 炒面啊 油炸的这些东西都属于高脂的东西 这些东西吃完以后 那这个一夜要大量的分泌 一夜大量的分泌 所以如果鱼管不通畅的话 那就会造成一种矛盾现象 鱼也很多 但是又排不出去 就会造成炎症 鱼花鱼线也能化作 以前还能吃点这个肉什么的 做红烧肉我挺爱做的 但是从这个血脂高了以后 我就不太一般不吃了 所以阿姨您说的是 不敢吃那些油脂大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但是您蔬菜吃的也不多 对我蔬菜吃的也不多 蛋白质摄入的也不够 也少 也少 而且瘦肉摄入的也不够 主食呢 其实也知道自己要尽量地控制少吃 但是甘油酸质依然还高 我们请李老师给点建议吧 好的 高脂血症相关的一线也 也是日益的增多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大家也会面临着一个不敢吃 甚至吃得很少营养不良的情况 其实像刚才阿姨选的鱼肉 虾肉 如果用水煮的方式进行烹饪 还是比较健康的 但对于这样的病人呢 我可能会建议他们去临床营养科 去制定一个更加详细的 营养均衡的菜谱 然后很多病人可以做到 吃得又饱 营养均衡 而且血脂也不高 后面呢 就看到这个桌上还有一些 沙拉酱汁 还有这个饼干和牛油果 其实这些虽然看起来比较清淡 引力的脂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阿姨一时可以去营养科 请医生给个建议 也可以找找我们养生坛往期的节目 我们有很多非常好的营养搭配 您可以参考和学习一下 对于李女士而言 她的问题又出在哪呢 我们可以问问她 您平时的饮食习惯怎么样 其实我自己平时的饮食还是挺注意的 又是低盐低油 然后我也不太吃肉 方便问问身高体重吗 在生病之前应该是160100斤吧 50公斤 现在就要瘦了5斤吧 现在就更不敢吃太荤太油的东西了 就是在发病之前 我还觉得自己的身体质都还很好 急性一线炎更多 可能他们是由于暴饮暴食或者饮酒高血脂 这些我三高都没有 我是也比较疑惑 为什么自己会得上这个病 问问李老师好了 李老师对于李女士最熟悉 因为您是她的主治医生 你看李女士身材保持也很好 也不爱吃大鱼大肉 也不喝酒 为什么一线刚才说到的这个节食 就会找上门来呢 她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细节 可能是出了问题 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 免费下载我们节目的当期笔记 还可以免费领取专家亲自解答的 300个心脑血管健康问题集 病因是非常蹊跷的 当时在诊治它的时候 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和评估 确实常见的和罕见的病因 都没有发现特别确切的 因为有一些食物 包括刚才提到的 引力的油脂含量是比较多的 这个有可能说 并不认为是一个高脂的饮食 但其实摄入了 所以也需要她后续要注意 这样的饮食习惯 所以什么叫做隐匿的油脂 富含隐匿油脂的食物又是哪些呢 我们来看大屏幕 请这位观众阿姨来选择一下 有没有您爱吃的 阿姨爱吃坚果吧 刚才说了 坚果我也是很少吃 现在也不吃了 不太吃坚果 以前呢 以前也不太爱吃 也不太爱吃 也不太爱吃 那苏打饼干 杂粮饼干呢 直到能吃的苏打饼干 苏打饼干 对 您觉得 因为它那个没有油我感觉 感觉没有油 对对对 您看 听着健康的零食有陷阱 苏打饼干每100克当中 有24.9克的脂肪含量 我们都知道 坚果当中的脂肪含量很高了 100克当中有50克 这个有四分之一 含着脂肪 不得了 杂粮饼干 我们觉得杂粮饼干是不是更健康 也有21.2克的脂肪含量 李老师这意味着什么 那就意味着 如果我们把这些 看起来健康的食物当减肥 下来吃 会不知不觉 摄入了大量的油脂 不知不觉 对 刚才我们说到了 其中还有芝麻酱 花生酱 广式香肠 蒜肠和午餐肉 尤其是芝麻酱和花生酱 里面的油脂含量 还超过坚果呢 这里由您爱吃的吗 阿姨 芝麻酱 来看看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瘦肉 我们经常说瘦肉 其实富含优质蛋白 但是有一些瘦肉并不瘦 比如说猪小排 它可以放眼望去 都是那个白花花的脂肪 牛腩29.3的脂肪 还有鸡爪子里面 还有这么多的脂肪 阿姨爱吃鸡爪子是吧 我爱吃那个猪小排 小排 对对对 以前吃这个排骨吃得多 后来它现在 脂肪熬了就不吃了 多增加一些优质蛋白 多吃点蔬菜 稍微再控制一点主食 就更好了 送给您一份礼物 阿姨 鲁花给您送健康了 鲁花5S压炸花生油 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 鲁花融合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祝您全家健康幸福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说完了饮食上要如何控制 如何预防 最重要的是杨主任 刚才给我们留了个悬念 隔空敲石 这就很像我们小时候 看的那个武侠小说 武功高手用蒸气 就可以把对方体内的石头取掉 内进取石和隔空敲石 它们的区别在哪 我们请冯老师 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技术 那么移管结石呢 刚才有前面的这些介绍 大家就知道 它的位置非常的隐匿 而且由于它的硬度很高 它的操作空间也很小 我们的移管一般直径 正常的话是三毫米左右 那么即使扩张以后 也都是在一厘米之内的 所以取石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 胆囊结石的手术 很多医院都可以开展 但是移管结石呢 能够开展的治疗的医院 就会比较少 在我们国家最早 外科手术来治疗移管结石 占比比较高的 那么在最近的几十年 越来越多的病人呢 都是以微创的这种治疗 作为首选 那么它的治疗就包括 一个是体外的碎石 第二个呢 就是内静下的取石 这两部分 那么体外的碎石 它是有一个专门的机器 这个机器呢 我们叫冲击波的一个发射源 它产生出机械波 它是以脉冲的形式 击打在这个结石上 那么反复地去击打 直到呢 这个结石破碎 因为所有的物品 它都有一个 能够接受的 这个压力的极限 那么一旦到了这个极限 它就会开始破碎 当这个结石破碎之后 我们再用内静的方法 把它下到十二指肠 去寻找这个移管的开口 然后用各种各样的 我们的小东西 把这个石头取出来 除了讲新技术之外 我们还得早发现 杨主任专门说到了 因为它有那些固化的结晶体 它可能会有那种高回生点 它会挡住我们出现 恶性肿瘤的部分 甚至也会发现那个结石 一个结石挡着另一个结石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 做什么样的检查 让我们明确地找到结石 杨主任专门说到了 因为它有那些固化的结晶体 它可能会有那种高回生点 它会挡住我们出现 恶性肿瘤的部分 甚至也会发现那个结石 一个结石挡着另一个结石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 做什么样的检查 让我们明确地找到结石 刚才提到慢性一线炎 那一些临床表现 腐痛 腐蟹 包括消瘦等等这些 它其实没有特异症 没有特征性的症状 病人经常说胃疼来的 胃疼来如果我们做胃静 没事 我们吃了胃药 不能解决问题 这时候我们往往要考虑 它有没有胃腺的问题 那胃腺问题可以包括 胃腺炎 胃腺癌 等等这些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想到 不管要做胃静 可能要做胃腺 比较敏感的一个检查 目前最好的效果 一个是CT 一个是核磁 这个是没有床伤的 但我们还有更好的 更精细的检查 叫超声胃镜 就胃镜前面有个超声探头 下到胃里头 去看胃腺 那平常我们用的最多的 肯定没有床伤的CT和齿 起码大多数的情况 都能看得很清楚 比如说病人跟我们平常 不能解释的这种疼痛 反复发作的 而且伴有刚才说的销瘦 什么腐泻 等等这些表现 我们是要注意 我们要重视 是一线的问题 我们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知道如何治疗 也知道如何检查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预防一线盐 预防一线结石 食材的选择很关键 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了 在很多的食材当中 都有隐匿的丰富的油脂 那在厨房里 还有哪些会让我们 导致一线盐 甚至是一管结石的陷阱 我们没有发现呢 所以到底是什么怎么做呢 养生厨房告诉你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卤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曲霉素 技术发明专利 卤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卤 卤花健康玩家幸福全家 让我们一起走进 今天的卤花养生厨房 夏天正是菌类的食仙剂 那个淡淡的嫩黄色的 特别好看的 那个菌类是什么呀 它可是我们四大明菌之一 它的味道也很特别 有一种淡淡的杏仁味 作用的话 比如说控糖 控脂 增加免疫力 但是有一点 它也有一个误区 我们最后得好好说说 这小小的金黄色的 蘑菇 要做什么美食 今天咱们做一道 非常火爆的包烧菌菇 主要食材 就是我们李老师 推荐那个金灿灿的菌菇 你看我手里边这个 漂亮漂亮 就是用我们刚刚端午节 剩下的粽叶 给它包起来 把那个菌菇 给它包在里边 香味特别的怎么样 浓郁 这个就是缩小版 一会儿我会教大家 做一个加大版的 更加的香了 首先我们要想把菌菇做好吃了 因为我们常说菌的土 有土腥味 口感特别的鲜美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金菊油 传统的金菊油用金菊煉的 但是它会偏甜 我们今天用橙皮去做 更加的清香 能够压住我们菌菇的土腥味 这怎么煉的 快教教我们 首先我们加入油 炼这个的火候很关键 火候大了 苦了 火候小了 成香味出不来 我们放这个油也很关键 刚才放入的是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它去除了黄雄梅醋 这样的技术 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使用 关键是它的花生香 和我们的菌菇是香得益彰 香上加香 鲜上加鲜 首先我们加几粒花椒 切点鲜姜丝 姜丝也是非常鲜美的 下部就是把我们这个橙皮 内然给它片掉 用开水给它煮过了 去除苦涩的味道 我们直接放进去 关小火 慢慢地给它浸炸 以前我们大厨会教我们 做葱油 姜油 来调味 去腥 但是这金菊油 我还第一次听说 它的优势是什么 它一般配合什么样的食材 我们家里边可以拌什么呀 海鲜 拌一些柏叶 炒蘑菇 尤其是拌素馅的时候 能够让素馅更加地鲜美了 所以就是鲜上加鲜 是橙皮 配上姜片 小火慢慢给它炸干 基本上两三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提前煮过了 蒸过了 所以说它的香味 能够很快地释放出我们油当中 炼完以后 它基本变干了 关完火以后呢 给它倒入我们这个家里边的器皿当中 让这个橙皮 姜丝 还有花椒 一直浸到这个油当中 不要给它捞出来 越泡越久 香味也就越浓郁了 小颜色 金色的是吧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这个万能的成香的金菊油做好了 下面呢 我们来炒这个 林老师推荐这个食材了 蘑菇要炒好了 不能水 好味出来了 那么怎么样 让它这个好形也要出出来 今天这个菌类到底叫什么 怎么做呢 我们慢慢来看 首先呢 加入我们少许的 刚才炼好的这个成香的金菊油 炒蘑菇 90%的朋友 头一步都做错了 都是焯水 因为蘑菇一焯水以后 就水了八几不好吃了 鲜味也没有了 我们要先拿油给它爆炒一下 把表皮的水汽给它炒干 把蘑菇的鲜味炒出来 炒出水汽 很多朋友在家里做蘑菇 跟我一样 最怕的一个土腥味 所以都会焯一下 最大的亮点 就是刚才那金菊油 它完全可以去除 蘑菇的一个土腥味 然后还能提鲜 炒到过程当中这样吧 我们已经看到 专家给我们推荐的 那个蘑菇入锅了 它是那种金灿灿的颜色 它到底叫什么名字 鸡油菌 它呢 刚才我说了 它的味道是有点杏仁味 黄黄的这个颜色 特别像我们的鸡油 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在我们肠道 不能被我们消化吸收 但是它会干扰糖啊 或者是脂肪的这种吸收 这个对于控糖控制 必不可少 其实菌类呢 它有一个共性 就是说它富含这种菌多糖 这个对于调节免疫力啊 增加我们的免疫功能 是非常有好处的 而且对于这个鸡油菌 还有一个功效 可能大家会忽略掉它 一会儿我们再说 现在随着爆炒 这个蘑菇的香气好浓啊 它那个水汽 我们也给它炒出来了 就省去了我们焯水的 一个步骤了 炒完以后呢 里边汤汁不要了 我们把蘑菇取出来 你看 只用了金菊油来炒 完全没放任何的调料 那没味儿怎么办 没味儿第二边炒呢 好 还要炒两遍呢 第一遍已经炒好了 第二遍怎么炒也很关键 还有一个关键的呢 就是如何变沸为宝 把家里的粽子叶 变成一艘小船 我们也很期待 还是一样 我放少许的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卤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曲霉素技术 发明专利 卤花荷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卤 卤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增加肉香味的话 我们可以放点鸡肉 或者牛肉沫都行 肉给它添香 我们来点葱花 给它爆香 放点这个料酒 刚才呢 我们放入的是 自然香料酒 我们它有很好的 去腥 提鲜 增香的一个效果 它配你18种 原产地的香腥料 酿造而成 而且以陈年黄酒为酒鸡 所以它是可以给我们的菜 增添光彩的 接下来呢 我们放点酱油 再来点蚝油 蚝油是跟蘑菇是比较搭的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 连胜利汤汁 原汁 还蘑菇加进来 我们开大火给它爆炒 好温 我们配点颜色 比如说青红彩椒 刚才大厨也提到了 做一个大个的 叫做包烧菌糊 怎么包的 怎么增加叶子的香气 慢慢来看 炒入味以后呢 我们淋上点水溅粉 片汁更加饱满一点 关火以后呢 重点就来了 如何让这个蘑菇 鲜上加鲜 香上加香 我们撒上点 自制的香味粉 特别香 你闻闻 什么呀 好鲜呀 但不是那种海鲜的鲜 也是蘑菇的那种鲜吗 没错 这是自制的 自制的 什么呀 金炭炭那个鸡油菌 就是晾干了以后 或者烤箱烤干了以后 给打成粉 让我们家里边做汤 是吧 能够代替鸡粉来用 也对好了 太天然了 养生的功效 也随之入到 每一个材料里了 好的 鲜上加鲜了 我们这道菜 但是今天呢 这菜前面有个前缀 包烧嘛 那下面我们炒好蘑菇以后呢 你看 这个我用的是花椒叶 当然了 荷叶 或者说用我们这小船 纵叶都可以 我们把这个蘑菇 放到这个中间 包到中间 这个但是不要放很多 我们可以包两个 包三个 要不然包不住 留汁了 从下晚上 给它对折起来 这边也是一样的 给它回过来 两头上中间捏起 传统的话 是放在火上去给它烤 家里边呢 可能是很难实现 所以呢 我们会教大家 一个巧妙的方法 瞬间就能够激发出 这个食材的香味 怎么瞬间激发呢 您先帮我们包着 问一下李主任 刚才说了 今天推荐的呢 是鸡油菌 它还有什么好处 另外还有误区又是什么 您来揭晓 你看它这是黄黄的 和我们尝试的像这个香菇 或者是草菇 它最大的区别就是 它还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这胡萝卜素在我们体内 可以转变成卫生素A 保护我们正常的视力 是非常有好处的 而且胡萝卜素本身 它也是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 这么好的一个食材 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呢 这就有一个误区 实际上是和他们这类食材 菌类所含的营养素有关 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 膳食纤维 很多人都说这多好啊 控糖控制好 对我肠道健康好 预防便秘都很有功效 但是有一点 对于一线疾病的患者来说 它往往消化功能会受到影响 受入大量的膳食纤维 它就更不容易消化吸收了 所以我们这些菌类 控制慢病很好 但是呢 对于一线疾病的人群来说 适可而止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看到 那么鲜美的菌类包裹在叶子当中了 没错 怎么一下子激发它的香气呢 平底锅烧热以后 我们放进去 包烧 有一个烟火的气息 我们淋点白酒 香味就出来了 哇 真的是 呼加就着起来了 这个烟火的香气 芭蕉叶的香气 一下子就串到我们这个蘑菇当中了 特别的香 真的是一下子激发了香味 这个时候你们可以出锅了 好 这芭蕉叶的这个清香就飘出来了 对 你看啊 我们传统的可能会有到芭蕉叶是吧 但是呢我们刚过完端午节 对 家里边呢肯定会剩下点什么样 粽子叶 教您一个非常方便的方法 我们用粽子叶叶叠成一个小船 酱汁还有这个汤汁 我们要给它包起来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养生厨房设立了食养俱乐部 想要四高调理 体质调理 营养调理食谱的叔叔阿姨们 赶紧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信录照 食养辅导员免费领取 邓子叶给它泡软了 做起来非常的快速 从下边呢往上边给它对折 这边呢上边呢把它再约进去 它中间的话呢 正好有一根有那个增的那个梗吗 顺着边缘给它撕开 这面别到另一个面当中 中间给它穿进去 这一边的小船有点快成型了 这边就出来了 这边也是一样的 对折过来 稍微的用点力 它正好 你这样一拿 你看 可以变成任何食材的一个小器皿 这样粽香味 这个粽子叶的香气 也可以浸到蘑菇里 家里边方便的就蒸一下 或者烤一下都行 鸡油菌的神仙吃法 千万别错过 现在夏天吃蘑菇的好时候 来吧 我们一起来享受一下 大自然的馈赠 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吧